中文字幕 李宗盛 朋友好像算是重要的學習對象 對他們幫你加油的問題 他應該一定有可能 讀書重要的學習對象 就是算心靈導師就是大媽的部分 因為他時常都在我低潮 在我需要幫助的時候 他都會跳出來幫助我 看到我就會問我說 有什麼困難 然後大媽可以幫你的 他也會適時的給我鼓勵 我的學習就像有陳莊老師 他會告訴我們專業科目的連貫性 那還有我的另外一個學習家是陳日生老師 他會告訴我們反正跟著他的步調走就對了 全台沒有幾個老師打得贏他 這一期吹一口氣就結束了 玉達的立學老師 因為他也是台人高工畢業 然後也是上了台拳 然後他就是對學生都很親切 雖然講話就是會有口頭喘之類的 但是對比較成績不好 他就會一直鼓勵他 我重要的學習最重要就是陳莊老師 因為陳莊老師就是很系統式的整理重點 把專一跟專二的有相關的重點都連結起來 這樣子我們在複習的時候也會更好複習 我自己讀書我覺得時間管理跟心態是最重要的 時間管理就是會讓你讀書讀得更歸零 我覺得心態比讀書更重要 因為心態挑戰好了就是運動一樣就是堅持 當你在鬆懈的時候 別人可能就在認真讀書了 然後你就會輸別人一大點 各位玉達學生內 微學先立志 我覺得你們可以先定好自己的目標 這樣你們才有前進的動力 而且你們這一年來也不用煩惱太多 只管讀就對了 在那邊忙得出你的低潮也改變不了什麼 不如將時間用來實踐你的目標 我在準備作文的演技的時候 有看到一個故事就是 觀音商說的 就是不要在失敗之後 然後自己會簽名要罷 這也是我一直走完 這個輪數階段的一句話 上次有人說不要因為一次有失敗就跌倒 一定要站起來繼續往前走 那我也是就是失敗過很多次 那不要覺得自己很沒有用 當你已經坐在宿舍前面的時候 你就已經平了平了很多了